可能習近平目前的地位 真的有一些些動搖了這個狀況 2008年當時溫家寶 在因應全球金融危機的時候 他做的事情就是印鈔票 李強原本大家不是都完全不理他嗎 對 他也變得非常重要 然後張佑霞去也是很重要 習近平居然有高達兩個月的時間 不見了 這是我們談論中國新聞以來 真的讓我毛骨悚然 真的讓我覺得真的出大事了 這是共產黨新聞 這個共產黨新聞 裡面居然講的 審議關於二十屆中央第三輪巡視情況 綜合報告 剛剛講到是由習近平組織會議 組織會議裡面有一句話 讓所有人感覺到情勢不對 也就是說他們現在要加強領導班子的建設 要嚴格執行民主集中制 要推進領導幹部能上能下 什麼叫做領導幹部能上能下 還有一個關鍵點就是 現在習近平以前不是講嗎 他不就搞個改革開放內事 他要強調他的意識形態 他不救世的 之前先丟了一些錢去救世之後 現在剛剛講 我還要再丟十兆的人民幣來救世了 最近中國真的出了非常多很奇怪的事情 第一個就包括說像剛才發的那個文章 什麼叫做領導班子能上能下 實際上那是在這個主持中央會議裡面來說話 當然他也沒有說誰不能上誰不能下 所以意思是說誰都可以換 是不是這樣意味呢 可是不對啊 之前不是講嗎 你現在習近平以前已經打破十年一任的這個慣例了 你現在看起來你就這一統江山了 現在根本沒有領導班子能上能下的 那現在要領導班子能上能下 不是就講你習近平能上能下嗎 所以這是個非常詭異的訊號 另外一個詭異的訊號是什麼 今天路透社的最新消息是說 他在11月初的時候 他們開這個人大常委會的時候 會批准這個十兆人民幣的這個債券 這主要要救市 為什麼因為事實上在這個國慶日之前 已經推出了一個8000億的這個救市 但是顯然8000億的救市是打水漂 打水漂的話他現在準備要發個十兆 那十兆來說的話 根據路透社的報導是說 這個可能是針對未來的 可能川普當選之後來對中國的經濟局勢 他要先打一個預防針 就是我先把錢準備起來 以因應假設川普當選的時候 我可能會中國出現一個經濟的這個變局 所以說當時我們看到了 台灣現在全部提高解決 我們面對康瑞颱風這個強大的颱風襲擊的時候 全世界也在迎接一個巨大的颱風 沒錯 現在全世界都要迎接這個川普颱風 或川普颱風 川普這個颱風來了 會吹枯拉朽 所以中國他很多東西開始鬆動了 他打出了十兆人民幣的這個金流 先出來準備好 因應可能未來的經濟的這個衝擊 那我就講為什麼這個很引人注意呢 因為第一個 這個不像是習近平的手法 為什麼因為習近平在過去一段時間 他就說我們不要用這種 所謂刺激的這個方案 他是反對這樣的刺激方案 結果沒想到 在這個國慶日之前 他先丟出這樣 結果國慶日的這個 所謂前一天的晚會裡面來說 溫家寶跟李瑞環兩個坐在他旁邊 所以當時人家就說 你這個好像不是你的手筆嘛 所以說要把這個十兆的這個所謂的債券 對 要把跟溫家寶那天做在一起 是 因為2008年當時溫家寶在因應全球金融危機的時候 對 他做什麼事情 他做的事情就是印鈔票 對他當時用用四兆人民幣的這個方法 他這次再來這樣一次的一個時候狀況 好那還有什麼贏人注意的 因為你看最近剛好李強他有到越南去訪問 他在越南去訪問的時候 他所接受到的規格 是總書記的規格 所以跟你說李強也變得很重要 李強原本大家不是都完全不理他嗎 他也變得非常重要 然後張宥俠區也是很重要 所以就知道他實際上 已經有非常不尋常的這個影子發現 而且我們知道 實際上在今年的這個前一陣子八九月的時候 我們不是說到 習近平居然有高達兩個月的時間不在 那兩個月的時間不在的時候 這個時間點是銜接什麼時候呢 北戴俄會議那個時候前後的時間點 他有兩個月沒有現身 而且是真的都沒有現身喔 當時就還身材有人傳言說 他身體出了這個什麼問題嘛 後來他不是出來了嗎 可是出來之後你看他就面臨到什麼 好像他被消全啊 軍事上面來說 你看張宥俠的地位往上提升 李強的 張宥俠的特別是 以前很多的會議 只有軍委會主席可以拍拍 你看 沒有想到在軍委會主席不在的狀況下 是 張宥俠可以決定 而且在中國很多媒體的報導裡面來說 習近平跟張宥俠 是可以明列在標題之上 這都是非常罕見的一個情形 另外一個什麼罕見的情形呢 就是這一次的聯合力艦2024B的這個軍演啊 不是原本要煌風風火要幹一場 結果沒想到沒多久就結束了 早上五點開始下午還沒下班就結束了 那就有人說什麼 習近平好像有點不在這個演習之內的感覺 因為他沒多久就馬上到東山島去視察 當然很多人就說 他其實是並不知道這件事情啊 他變局外人 對 跑到那個地方去巡視一下 當然這是揣測 但是你看 如果沒有這些所謂中國內部的揣測人 往往可能逼近事實 因為這些事實 這些事實不會空穴來風 不會突然流出來嘛 那加上說你看最近 習近平還去了這個六尺巷 這個大家各讓三尺 然後他對印度的態度 對澳洲的態度 對菲律賓的態度 都完全變得不一樣 然後連這個北韓對你的態度也是不理不睬 不想甩你 連普丁看到你來說 過去你還說 跟普丁說 我們來這個百年的變局 我們一起來改變嘛 現在普丁不想跟你改變 普丁自己跟 拉著這個經濟都在改變 所以他身上 現在整個氛圍跟過去底 看起來的話都完全不一樣 所以一定是 我們可能很難知道 但是你從俄羅斯 從北韓 從越南這些 他們跟中國都非常親密的 他們都知道中國內部 可能發生了什麼事 從他們對待習近平的態度來看的話 你就知道說 可能習近平目前的地位 真的有一些些動搖了這個狀況 所以武董 現在中國大部分真的出現了一個 我們無法想像的大變化嗎 剛剛講在北戴河會議之後 習近平居然就消失了兩個月的時間 現在當然有講 現在當時中國的元老或中共的元老 全部騎起來去跟習近平抗議 讓習近平非常難抗 讓習近平非常的憤怒 習近平憤怒之後 回來了以後 很多他本來不會做的事情 他居然做了 第一個 他從來不救世的 他跑去救世了 第二個 他從來不退讓的 他對印度退讓了 他現在他也對菲律賓退讓了 他甚至也對澳洲退讓了 今天更怪的是 今天特別是 在這麼樣的談話裡面 他特別強調 我要加強領導班子建設 嚴格執行民主集中制 要推進領導幹部能上能下 你說這在中國的發言裡面 是驚天動地的 對 因為這個四中全會 時間日期它訂不出來 那這個新華社這個稿 是政治局的十月 中央政治局的十月份的 例行會議的開會 它開會的表面上是審查一個 巡視結果 突然間出現這兩句話 這兩句話 跟這個全文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民主集中制嚴格推行 對 那原來的習核心怎麼辦 對 那還有領導幹部要人上人下 那是誰上誰下 對 所以這個就變得非常 你這幾年搞的是習思想 去搞的習體制 是習定於一尊 現在怎麼變成民主集中制 又可上可下了 這是第一個 我們不要去推論到太遠了 就是看到一個政治新聞 有這個味道已經出來了 但是你要回頭過來看 它的經濟新聞才更可怕 你說那個時照的債券 今天的最大的新聞 全世界都注意到 路透社的新聞 路透社新聞講得很清楚 就是說它在將來在年底之前 路透社29號報導 他說11月4號至8號 全國人大開會的時候 最後一天會通過 新的財政刺激方案 是10兆人民幣 但前面就更有意思的話 路透社怎麼講你知道嗎 那若共和黨總統候選人 川普打贏選戰 北京可能宣布 更強而有力的財政刺激方案 你說10兆只是前菜 川普當選還有更大的 這個10兆就是針對川普 就當選的可能性 他們要準備要救世 對 我們昨天談的嘛 川普如果當選的話 中共會面臨到非常大的壓力 對 好 那為什麼丟出這個 10兆這個事情 10兆這個事情 就是因應川普 好 再來我們再看 這個是29號的新聞 再看另外一個新聞 10月3號 財政專家賈康 賈康 賈康是誰 賈康誰 賈康是溫家寶的核心幕僚 那賈康講的話 在布林布爾講的話 怎麼可能被登出來 好 剛剛講到 2024年的10月3號 賈康講政府要考慮 發行多達10兆的 國債刺激經濟 結果今天就確定了 代表賈康講的是真的 那賈康是誰 賈康是溫家寶的人 就代表 這跟溫家寶有關係 對 擺明了就是說 現在中共中央要採取的 救世的策略跟方向 就是溫家寶的策略 你這樣講 導播出看就是這個畫面 所以當時就在想 你中國在這個會議 這麼大的會議裡面 你在國慶會議裡面 你怎麼搞了這個主桌 這個主桌裡面 你一邊做的 這個是溫家寶 一邊做的是李瑞環 這兩個都是 改革開放的大將 這兩個以前都已經被你 頭銜散字 這以前以為都已經不問世事 居然又被你請回來 又把你坐在旁邊 坐在旁邊之後 現在這個救世計畫就出來了 對 然後你看到這個 今天的這個路透社新聞裡面 完全沒有提到習近平 這10兆美元計畫裡面 沒有提到習近平 真的假的 對 完全沒有提到習近平 所以這整個就是 人大常委會通過 人大常委會通過 不是中央領導 對 所以這整個的味道 已經有從這個經濟救世的 這個方向來看的話 雖然只是預估 對 然後但它的方向 兩個重點 給我們看兩個重點 一個就是川普當選 壓力非常大 他們要準備緊急的措施 對 然後第二個 原來的措施 原來的方法不夠用 不夠用了 你那個幾千億丟下去 根本沒有意義 是失敗的 杯水車薪的 現在用溫家寶 然後第二個就是溫家寶策略 所以溫家寶的策略 已經被目前看起來 因為路透社還是帶風向 真正通過才算數 看起來是叫走溫家寶的路線 然後這個時候 在這個中央巡視政治局會議裡面 就突然間傳出來一個 可上可下 要嚴格推動民主集中式 然後領導幹部要可上可下 這就變成兩個加起來看的話 就變得非常非常敏感 歡迎收看小明星期客 當然現在台灣 從上到下全勝戒備 我們要因應這個 康瑞颱風襲台的時候 你知道全世界 也在提高警覺 也在全城戒備 戒備什麼 因為有一個大的颶風 現在可能會席捲整個世界 這個颶風就是川普颶風 我們看到 川普即將當選 這個可能被談出來的時候 你發現 整個東北亞的情勢 做了一個改變 你看到了中東的情勢 在改變 你看到了俄烏的情勢 在改變 而中間最謹慎的 最覺得害怕的 就是中國 就是習近平 現在你引然 感覺到說 現在中國出現了一些 我們無法想像的變化 而這個變化 最具體而為就是 他們現在要發十兆的 國戰 重振經濟 我們知道 以前習近平是反對 做這樣的作為 以前還卻曾經批評 溫家寶這樣救世 是不對的 可是他現在四千億不夠 我要再增加到十兆 十兆接下來他怎麼講呢 如果川普在下週 美國總統大選 勝出該方案的規模 搞不好還會增加 也就是不是十兆 還往十兆往上翻 往十兆往上翻 為什麼呢 他說中國政府擔心 這個美國的前總統 他提出對中國輸美的產品 加增關稅的企劃 可能會進一步損害中國的經濟 而且不止如此 但是中國內部的權力 也因為這樣子 感覺上出現了鬆動 我們講最近不是說 習核心 習體制 習思想嗎 現在整個中國 在前一段時間裡面 根本就已經定於一尊 沒有人可以挑戰習近平 可是在這一段話裡面 他非常微妙的提到說 要加強領導班子的建設 要嚴格執行民主其中制 要這個所謂的 這樣推促進領導幹部 能上能下 前一段時間 誰敢講領導幹部能上能下 現在領導幹部 只有一個習近平說了算 難道 現在連習近平自己的大權 都有可能旁落嗎 所以事實上 剛才講到的 你是中國問題專家 你過去 碩士論文 就會寫中國政策研究的 真的 川普上台之後 真的震動了整個全世界 震動了全世界之後 政央竟然在中國 對台灣要準備迎接這個抗瑞颱風 但是全世界要迎接什麼 川普風暴 而且這個風暴是超級強烈颱風 川普風暴 而且現在吹的怎麼樣 你看俄羅斯這個普丁跟競爭 兩個趕緊抱在一起 因為他們要一起取暖 另外你看目前為止來說 這個以色列 殺紅的眼 他趁這個時候趕快狂殺 那你看還有另外一個國家 目前為止 廣基良 然後這個足高搶誰 中國大陸 因為什麼 現在習近平或是中國 可能會被川普風暴吹的最慘 所以現在連不只是 他們現在準備要砸錢救世 甚至可能連中國的這個領導班子 都會因為川普上台之後 恐怕會出現前所未見的這個變化 好我跟你講現在中國 出現了一些微妙的變化 而這個微妙的變化在哪裡 在溫家寶居然出來了 我們在一層一談會就是 在整個北戴河會議之後 習近平有兩個月的時間消失 兩個月時間消失 對他的身體有很多的傳言 後來他出來了 出來後那是謠言嗎 好不對 他很多的東西都放軟了 他對印度放軟了 對菲律賓放軟了 對澳洲放軟了 甚至他對日本也放軟了 在放軟之後 他現在很多不會做的事情 他開始做了 開始做一些所謂的舊事 拯救股市的作為 好現在來了 設施10月1號中國國慶 在那個大圓桌上面 他竟然一邊坐著李瑞環 一邊坐著溫家寶 他何時這樣看中溫家寶 就發現溫家寶回來了 溫家寶回來沒有多久 他過去重要的測試 居然講中國應該大量的舉債 大量的舉債 大量的救世 這是過去溫家寶的策略 這是習近平以前不屑的措施 可沒有想到 到了10月29號 路透社居然報道了 所以是從溫家寶的出現 到溫家寶幕僚的發言 到現在 對 這個代表整個團派回來了 整個改革開放派回來了 整個救世派回來了 代表什麼 代表習近平的基礎鬆動了 沒錯 事實上今天路透社有個消息 就是中國考慮以增加10兆的這個負債 債務呢 來統證這個經濟 他裡面講得非常清楚 他說因為川普如果當選之下 中國可能怕會面臨到這個 加關稅科技戰 中國也自感不妙 所以他們準備要弄10兆出來 而且他要說囉 如果真的狀況不佳後 可能規模會比10兆還要更多 規模還要更大 對 那你為什麼這個會引起注意呢 保證那主要是這樣 因為在過去一段時間呢 事實上習近平本人 對這種所謂的刺激經濟 他是吃之以鼻 他是不要這種措施 他是反對的 對 可是你可以看到說 從今年的國慶日前後來說 已經出現了不一樣的氛圍 國慶日之前 中國是先丟出了8000億人民幣的 這個左右的這個救世方案 然後緊接下來 國慶日前一晚的時候 那個晚會裡面 溫家寶就出現 對 溫家寶出來了 所以你要聯合來看 先有8000億 緊接的是溫家寶出來 緊接下來是溫家寶的智囊說 我們要有10兆人民幣的這個刺激發展 結果今天就出現10兆人民幣 所以告訴你什麼 告訴你 溫家寶至少 他在中國大陸說經濟的分量 已經變得非常重了 所以你說以前 以溫家寶這種團派的聲音 團派的力量 是被頭銜閃至的 是被丟到牆角的 現在這個被丟到牆角的聲音 對 回到黨中央了 好 我先跟他講 事實上目前為止在習近平時代裡面 主導經濟發展的是何立峰 何立峰是他的這個謎 可是問題是 現在美國很多外資看到何立峰說 你根本就對外國不瞭解 對國際經濟不瞭解 所以對他是吃之一筆 很多外商外資都不願意跟他溝通 所以現在你需要一個 懂得外國姿態的人來出來 誰最懂 當然就是溫家寶 難怪華爾街日報特別講 習近平怎麼會用何立峰照的人 第一個他沒有國外的背景 第二個就是他連外文都不講不好 你一個沒有國外背景 你沒有國際金融的嘗試 另外你連語文溝通都有問題的人 怎麼可能代表中國這麼龐大的國家 來處理你的財經事務呢 而且保證人家為什麼溫家寶很重要 事實上在李克強過世之後 人家就認為說改革派已經沒有任何的重點 所以當時不是人家說 習近平好像很穩了嗎 可他沒有料想到還有一個人 那個人就是溫家寶 因為溫家寶代表就是改革開放 現在最重要的一個代表人物 他曾經怎樣 他在2012年的時候 曾經幫習近平上台喔 他是有功於習近平 他當時鬥走了薄熙來喔 他真是還說什麼 文革不能夠再復辟 所以他其實就是改革開放 一個非常鮮明的標誌 所以他特別想到文革不能復辟 是衝著薄熙來而來的 他是直接跳到台面上 跟薄熙來對幹的 所以他是有恩於習近平的 所以他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 他現在重新出來的時候 那個味道完全不同了 好另外一個 就是為什麼他是不是說要救市呢 我跟他講中國經濟真的不太妙 第一個你看 中國前一陣子 八千億是要救什麼 要救房市 可是你知道目前為止 中國未出售的房市的總庫存 高達93兆人民幣 93兆人民幣 對這個是相當大規模 賣不掉的 對很大的農業 這是中國 他有一個比喻非常有意思 這是全中國不能夠出售庫存的 這個土地這麼多 那這是倫敦的面積是這樣子 然後這個曼哈頓的面積是這樣 你就知道說中國 沒辦法賣出的土地 跟資產的規模 到底是多麼龐大 所以中國不能賣掉的土地 比倫敦加曼哈頓還來得到 對好那除了這個之外 中國目前為止 整個債務也不斷地在攀升 它的地方債務 政府負債務 完全都沒辦法解決 所以難道沒有辦法解決 這些經濟問題的時候怎麼辦呢 那就只好了 這個習近平本身的權位 所以就受到影響 而且如果說今天只是說 我要發行所謂的10兆人民幣 10兆的東西我要來救市 你可能覺得那只是經濟問題 對於習近平的權力 習近平的江山 還沒有辦法撼鬥 但是我們要再看到了 居然在這個時刻就出來了 剛剛講到 10月29號早上8點31分 是人民日報 中國共產黨新聞網裡面 非常明確是指出的 是從你說特別 你一看就看到這幾句話了 加強領導班子建設 嚴格執行民主集中制 推進領導幹部能上能下 你說這個東西是驚天動地的 沒錯 實際上這個中國大陸有一句話 就推動這個領導幹部能上能下 能上能下這件事情 寶貞 每一次在什麼時候會出現 你知道嗎 都在政權要輪替 譬如說在之前的這個20大之前 他就出現這句話 這句話意思是說 有些人該下來嘛 所以之前就有些什麼韓正 就下來嘛 換上席班子 可是問題是 你在這個時候又出現這句話 現在沒有權力交替的狀況啊 所以這就相當引人注意 好那除了這個之外 你看 領導幹部能上能下 還有前面這句其實比較有意思 推進 為什麼要推進 因為現在還沒有能上能下 因為沒有嘛 好那要怎麼能上能下 為什麼不能能上能下 不是習近平說得算 表示不是習近平方式的能上能下 是要有人要推進能上能下 所以這兩個推進的字 你就覺得不太一樣的這個字啊 這只有你們學中國政策 才會這麼垂毛求知 如果是習近平的話 他不需要推進 他就是領導幹部能上能下 那到底誰要推進 習近平不需要推進你知道嗎 主持是誰 對習近平不需要 習近平他就是在這個進行能上能下的 推進的人表示是沒辦法做到的人 所以這非常有意思 到底是誰放出這樣的訊息出來 所以你要講這兩個字的時候 很多人就覺得這個意味就不太一樣 那你要搭配最近期的 包括說溫家寶的勢力起來 李強的勢力起來 然後包括像胡春華勢力都起來了 胡春華也起來了 對他到內蒙古去也沒事啊 回來還是這樣沒有問題啊 高規格的接待他過去是不行的 那包括張宥霞全部都起來 你會看到好像只有習近平自己 有幾位置在往下降 大家位置都往上升 那這就是一個完全不一樣的氛圍會出現啊 所以你說你看到了 在財經這一塊裡面 溫家寶的系統出來了 在這個軍方的這一塊裡面 張宥霞的系統出來了 甚至你看到在外交層次上面 包括中國跟俄羅斯 包括中國跟越南 很清楚 現在這些國家 對待習近平的規格都降低了 對你會發現到說 習近平的很多 戰男外交的人士都被換掉了 所以現在其實味道是不太一樣 好我們就講嘛 我剛才不是說時序嗎 是溫家寶出現之後 賈康就是他重要 非常重要的這個幕僚 他就說了你看 賈康稱認政府可以考慮 發行十多萬億的這個國債刺激經濟 他講話時間點是在10月3號 所以你看10月3號之後 今天就出現這樣一個效果 所以顯見 所以10月1號 溫家寶跟習近平兩個人吃飯 對 同桌吃飯把酒言歡 10月3號的時候 當時溫家寶非常重要的財經幕僚賈康 就怎麼講 他就說你應該發動所謂的 時兆國債的這個所謂的 就衝什麼 拼經濟 對 接下來他就變成黨的政策了 對所以你就知道事實上顯然 溫家 你從這個時序你就知道溫家寶的 至少在經濟上面來說 他可以說是說了算 好 那為什麼我就說這個 而且他怎麼講 我要救的是就業 我要救的是消費 我要救的是基本的經濟 對好 那為什麼這樣說呢 寶玉我跟他講 事實上過去習近平是怎麼樣說的 你知道嗎 在2013年的時候 這是人民日報 當時習近平剛執政 導播我們看 一模一樣的 中國共產黨新聞 對當時習近平剛執政 他執政說什麼 新增投資不會灑胡椒麵 他的意思是表示什麼 我們不會這樣子亂灑 所以他認為說你看 因為政府干預過多 造成了投資效益不太高 他加劇了經濟結構的扭曲 加劇了產能過剩 所以他就不用這樣說 他說當時 事實上投資是應急 有些項目沒有充分驗證可行性 還有風險性 所以他是批評了一次 剛講的 事實上投資誰幹的 對 溫家寶幹的 溫家寶什麼時候幹的 2008全球金融危機時候幹的 所以我如果直接點名 當時製造投資是應急 有些項目沒有充分論證的可行性跟風險性 這個是衝著誰的 衝著溫家寶的 可是你現在把誰請出來了 把溫家寶請出來了 習近平不是只有講一次 2013講一次之後 2021要再講一次 他又說你看 堅決不灑胡椒麵 所以堅決不灑胡椒麵 就是我們不會這樣做 就你看他2013年講一次 2021年講一次 結果他現在這樣做 那你就知道說他事實上 至少他在經濟上面的路線 是完全轉變了 他過去堅決不做 他現在做了嘛 所以我們可以從兩個方面來說 第一個 要嘛就是他目前的權勢 這個經濟權勢已經旁落了 第二個就是川普的風暴太大 對 他真的完全嚇到 他擋不住了 他必須要趕快先丟出石兆出來 所以你就知道說 事實上目前為止來說 川普真的在改變 整個全世界的經濟跟政治的這個風暴 好 所以無道 真的中國出大事了 中國出大大事了 剛剛講你說要把兩件事情 一塊來看 一塊來看就是剛剛講到的 你居然是剛剛講的 先講說溫家寶出來了 溫家寶出來以後 溫家寶的幕僚說 你要大量的發行國債 你要來救世 接下來居然就變黨的政策了 接下來就看到了 竟然中國自己黨的文章講 你現在的領導班子 是可上可下 這個今天那篇文章 是中央政治局的十月份的 十月份固定的會議 對 然後在會議裡面 十月份固定會議 對 他原來的會議的標準的 會議的主要議題是在談 這個中央巡視組外面的一些業務報告 就是一些套話 沒有什麼東西 然後突然間冒出了這幾個字 對 最什麼 就是要民主 他要 嚴格執行民主集中制 推進領導幹部能上能下 要不斷增強凝聚力 好 我現在請問一下 什麼叫做嚴格推進民主集中制 那現在是什麼字 不是習體制嗎 習尊嘛 這個習核心的制度 對 沒有民主集中制嘛 民主集中制這個字眼 已經在幾十年前用過都不用了嘛 對 不用為什麼 因為集中領導原來就是共產黨的概念嘛 對 那這個集中領導最近十年 經過習近平的反貪腐之後 沒有了 已經沒有了嘛 已經變成了習核心了 也就是你講的民主集中制 最體現的就是胡文體制 胡文體制就是標準的民主集中制 當胡文體制沒有之後 早就沒有民主集中制了 是的 所以他現在重新把這幾個字 放在中央政治局會議裡面的 會議紀錄拿出來用的話 這是非常敏感的事情 然後要推動可上可下 那誰要可上可下 那誰 那這個很明顯的就不是 習近平主席的才是嘛 這個就有幾個可能性 對 一個是習主席才是 他才是推動民主集中制幹什麼 他本身是反 他就是獨裁的 對 然後第二個是有其他人發言 那發言的人代表誰啊 發言的人後面是誰啊 對 所以這個 今天這個東西 為什麼這時候丟出來 因為馬上在年底之前 就有一個會議要開始 就是四中全會 那共產黨的四中全會 大部分的時間呢 要討論人事問題 人事一定會有變動 變動多大不知道 因為這個會是 中央政治局會議是 直接最敏感的 已經所謂的最高層的會議了 所以這個 誰上誰下這個 這個對象跟目標 當然已經是高層嘛 絕對不是普通人 這是一個 我們的從這個結構 從這個經驗上來看的話的解釋 來解讀這幾個可能性 然後你在合併來看 他目前的這個國際環境 跟他國內環境的一個 困難跟變化在哪裡 最重要的 今天的這個路透社新聞出來了 他要因應是 特川普當選嘛 把川普當選 放在路透社的主稿裡面 然後是由知情人士告知耶 那就是 而且已經定的就是說 中共要趕在最後的 這個11月4號 到8號的人大常委會的 最後一天通過 10兆的救世計畫 這個怎麼會在路透社 丟這個東西出來 對 換言之講 這個就是回應你剛剛講的 賈康的建議嘛 賈康是誰 賈康不會自己建議啊 溫家寶的幕僚 溫家寶叫他放風聲嘛 然後這個是人大常委會 已經訂了這個時間 他敢寫那麼鐵啊 對 最後一天要通過嘛 最後一天通過裡面 然後加了一句話 他裡面講的 他說要把地方債務的 地方政府的隱形財務風險 全部把它掌握掉 那現在那就表示它很危險啊 對 他這個10兆是目前這個 他訂的這個規模嘛 其實他需要的東西啊 因為中共的經濟的大問題很簡單 第一個我們都知道嘛 就是房地產嘛 房地產在它整個GDP的三分之一 死在那邊不能動了嘛 然後還有地方財務隱形風險嘛 所以剛剛講的 現在中國還沒有售出 房地產庫存的價金額喔 保守估計93兆 對 所以93兆你要救它嘛 救它的話你就是要 保交房是一個政策 保交房 你保交房的時候 老百姓會把房子 安全的領回家 然後開始繳貸款 那整個開始 這部分開始活了 不會有資金 卡在裡面不能動 可是目前政府不敢動嘛 對 他們很保守 那溫家寶就是大膽提出的 第一個 我用的是溫家寶提出來 就是食造計畫 然後這個東西 它另外還有兩個更大的問題 一個就是目前的 中共的經濟是靠什麼 靠外銷 對 那外銷的東西呢 它是叫做產能過 就是過度的 剩餘產能 結果川普要給你 課高關稅 川普放給你 課高關稅 你沒有機會靠外銷 不是 搞死你的外銷 你要搞內銷嘛 搞你的外銷 你要自己 你要有消費能力 美國要賣東西給你才對嘛 所以你要想要來 馬中共的這個便宜的產品 要賣到美國去賺錢的時機 沒有了嘛 他知道這個沒有了 所以他現在開始這個 他目前是外銷是一個很重要的東西嘛 所以那外銷以後 那能賣什麼東西呢 外銷東西是不是很可怕的東西啊 就是這些什麼電動車這一類的東西 對 那個都是川普要打壓的東西嘛 所以一定要躲過這一關啦 我覺得他這個整個經濟的計劃 不光是 你看看到他自己說 他現在講的規模 那時照規模夠不夠 他說還會再增加 我覺得這很難講 而且他這個時照的債務 是從國債是怎麼來 來 他因為國債很簡單啊 我寄鈔票 你要發行嘛 我要消化怎麼消化 對 你要發行 他目前的方式 我看到有一個新聞講說 這是十月初的那種股市的新聞 他說你如果股票被套牢的話 你可以拿股票去換債券 以券轉債 對 把股票換國債 國債然後去活化 怪一怪去 因為它這個整個是一個 它是非市場經濟國家 完全中央主導主控 所以溫家寶來的好處 他的手法上來講的話 就是盡量把它偏向於 所謂的市場自由化的概念 那這個概念不是共產黨的概念 是溫家寶他們在改革開放時候 摸了石頭過河所摸出來的東西 那所以跟傳統的習近平呢 他們的傳統共產黨的思維 是完全背道而斥的 那這個情況之下 新人就會有溫家寶主導的政策出現的話 當然對現在的領導的高層 這個權力的整個布局來講的話 會有非常大的衝突 好 所以提問 現在剛剛講的中國真的出現這種 具體而為的這種微妙嗎 甚至最恐怖的是 它連軍委會的這個權力 看起來都被削弱了 現在看起來張宥霞的這個聲勢 開始如日中天了 對 其實對共產黨來講的話 這個錢袋子不算什麼 真正重點在哪裡 槍桿子 槍桿子只要掌握在黨的手上來講的話 其實什麼都不用怕 但問題是習近平到底他槍桿子 是不是旁落在張宥霞旁邊 其實現在大家都開始在猜測了 因為這個詭異的事情非常非常多 等一下你說 習近平現在連這個抓槍桿子 都沒有抓牢了 是 為什麼能這麼講呢 第一件事情 俄羅斯派了國防部長到北京去 那你知道以前是邵一谷去嘛 邵一谷的時候連習近平都見他了 這一次是誰 這一次叫做別洛烏索夫 這號人物是什麼 從第一總理去監國防部長 那地位還是比邵一谷還要更大 結果習近平沒有辦法見他 是時候也是張宥霞見他 那習近平跑去哪裡呢 結果你再看到 在解放軍開了什麼 全軍的軍事理論工作會議當中 習近平只發了一個文章而已 結果在場主持的就是張宥霞 這有不合理嗎 這非常不合理 因為這些事情以前來講的話 軍委會主席要在場講話的 結果他沒有親自講話 只有發表一篇文章 然後由張宥霞來取代 再來一件事情 就是說他在主持這個 所謂的聯合演訓的時候 也是由張宥霞來親自主持 還有我們知道最近來講 頻繁調動北部戰區 中部戰區 南部戰區司令 以及去年來講的話 在調動南部戰區 東部戰區的政委 這些跡象 其實去年來講 習近平剛剛整肅張宥霞的人馬 今年來講的話 習近平拉拔的人馬 就被整肅掉了 所以什麼意思呢 習近平的人馬被整肅掉了 對 雙方來鬥來鬥去的情況之下 那到底軍方內部的軍情不穩 為什麼呢 因為你習近平整肅火箭軍 你習近平整肅李尚福 魏鳳和 那這些以前的 跟張宥霞他們是一掛的啊 那現在來講的話 張宥霞的人馬又回來 有些人就跑回來了 那到底是誰 那裡面爭取很多力 更重要的事情是什麼 我覺得一個關鍵點在哪裡 在8月29號 美國蘇立文不是跑到北京去嗎 結果指定 指名說我要見張宥霞 為什麼要這樣子呢 因為美國已經聽太多了 內部好像有問題 那到底情況怎麼樣 是習近平大還是張宥霞大 現在當然軍委會主席 應該是比較大才對啊 結果他應什麼 因為張宥霞親自講嘛 我是應你要求來跟你見面的 好了 見的時候呢 其實明居正有提到 明居正老師有提到一點 我覺得非常重要 什麼東西呢 就是他提到說 張宥霞在見蘇立文的時候 竟然去講說 習近平呢 在去年跟拜登見面啊 然後今年來講的話 他們兩個人見面 大家說要搞清楚喔 你叫軍委會副主席 你怎麼有全力去講習近平的事情 這件事情就算要講 也是外事系統講 怎麼是由你軍事系統在講呢 這個是一個不尋常的訊號了 都越全了 越全了 那你把自己當老大了嗎 是不是 還有一件事情就是 張宥霞不是跑到越來訪問嗎 結果呢 過了兩天之後 中共的媒體才開始官宣 才發布新聞出來 本來是不想發布的 為什麼 因為官宣的系統 掌握在蔡琦手上 那蔡琦擋不住了 還是要發啊 但是發出來之後呢 結果呢 官方的 中共媒體官方寫到什麼東西 說啊 張宥霞代表習近平慰問蘇琳 蘇琳這邊呢 代表這個所謂的 越南共產黨 慰問習近平 但是其實在 越南共產黨的 所有新聞稿當中 找不到這一段話 沒有習近平 他們這麼來沒有慰問過 沒有慰問習近平 他們慰問的時候 為什麼在中共的官宣裡面 會有慰問習近平 因為習近平面子耶 對 因為是蔡琦是習近平的人馬嘛 那你總要講到習近平嘛 不然的話習近平面子擺到哪裡 所以諸如此相的跡象來看的話 有人說現在權力最大的就是張宥霞了 那如果是權力最大張宥霞的話 掌握槍桿子的不就在他手上 那習近平怎麼辦呢 也有人提到說 這有點像什麼東西 當初華國鋒啊 被這個元老級的 帶他推出來去鬥 什麼 四人幫 鬥完之後再把換國中換掉 或說不定背後是不是有元老級的出來 先把張宥霞往前推 去鬥掉習近平之後 再把習近平拉下來之後 再把張宥霞拉掉 這其實說不定一連串來講的話 我們看到的是中國血淚斑斑的鬥爭史 所以褲霞 現在中國居然出現這麼多微妙的變化了 是 所以寶傑哥 我們聽到現在已經非常清楚的知道 包括槍桿子已經不在習近平緊緊握牢 包括連筆桿子 習近平名字要不要出現都已經不是他能掌控 最重要一件事是什麼 最重要的 你看這是之前的報導 事實上我覺得這個報導有一些 我們本來以為只是正常的替換 後來發現不太對勁的原因 五大軍區的司令員換了三個 而這三個都是習近平的嫡系人 對 原本這三個都是他的嫡系人 其中大家最為知道的就是軍委 軍委紀的一個副書記陳國強 就是陳國強一倒台之後 他倒台下來的時候 那好啊 那沒關係那你輪掉 你知道他被調去哪裡嗎 他變成國防科大的一個校長 一個本來全體一時 結果現在變成國防科大的校長 所以從那時候在動的時候 大家就覺得說不太對勁可能要動 後來發現包括連中區跟南區的 這個部分也都動了 動了換了誰 換了吳雅男 然後換了誰 換了這個叫做黃明 那現在大家講說那好 你動了之後 那你像王秀斌原本的習近平人馬 去哪裡 沒有交代 竟然沒有交代 沒有安排 沒有安排 所以他們就說你動了張 你把張秀俠的人馬 扶上來沒關係 但是你包括像王秀斌 是可能是習近平的這個人馬 調去哪裡就很重要 結果發現他竟然沒有安排 至今下落不明 所以大家就想到說 整個感覺上這個軍方 好像已經沒有很穩定了 在此同時 現在其實又有一些相關訊息 什麼訊息呢 這兩天說中國 有28大的民營企業 非常驚人 竟然有三分之一 也就是至少有九個集團 是瀕臨所謂的破產跟倒閉的狀況 這破產 這講的也是誰 我們都知道這個孝建華 明天系的孝建華 還有安邦系的吳小暉 這些人 我跟你講他說這28大民營企業 他們手掌握的相關資產 是10兆人民幣的資產 如果說有三分之一倒閉或破產 那至少有三兆已經歐漫了 這代表什麼意思 這代表你知道 那時候習近平不是推嗎 我打貪腐啊 我要速貪啊 我要國進民退啊 結果事實證明 金基姆在你手上 到最後也沒有辦法活下來 所以這些死的死滔滔 而且你要知道 我們現在看到這些什麼 吳小暉啊 孝建華 後面代表是什麼 代表是太子黨啊 水清無余啦 你現在要查貪腐 查到你整個中國經濟 可能都要垮到一半 摩托坦啊 摩托坦 而且我們昨天不是有提到嗎 光是近一年從六月 今年六月往前算了一年 從這個地下匯兌 一家對方 讓出去的錢有多少 2500多億美金耶 這只是一年耶 過去這四五年來 我還如果印象沒記錯的話 在那一個COVID-19的那一年 竟然跑出去的金額有多少 有一兆美金 所以你這樣子其實在這個錢袋子 好你以為你習近平 長到錢袋子對不對 這個錢袋子越來越小 越來越小 因為都流血流光了 所以習近平現在他的錢袋子 破洞 老鼠咬的 誰咬的 溫家寶在2016年 2011幾年的時候 不是被你踢爆說什麼 他的家族啊 很貪啊 28億美金都是他家族成員啊 那溫家寶到現在 你為什麼要把這個 貪腐的頭子 就拿回來了 因為事實證明 太子黨這種裙帶的一個權貴資本主義 是有用的 當你中國 所以習近平只能投降了 對 當你中國把這個裙帶資本主義 尤其權貴資本主義要剔除之後 發現你中國經濟也跟著倒 所以沒有辦法 只好把這個再找回來 這個雖然你寄生在我身體科 因為起碼我們兩個還共生共榮 所以我覺得現在的情況是 包括軍事方面 包括這個外交方面 還有包括這個經濟方面 都同時出現這個轉變 顯見真的 不管說習近平會不會倒台 但可以確定的一件事情是 他現在必須要跟這些老頭子分權 如果你不分權共治 恐怕連你習近平的位置都沒有了 因為現在江湖傳言有兩個場合 兩個場合 第一個是在北戴河的場合 第二個是在三中全會的場合 第二個是在三中全會的場合 習近平這些老頭子 反正我就豁出去了 他說是一個接著一個接著一個 接著一個接著一個 接力賽的罵習近平 那時候我們就覺得不尋常 因為三中全會代表是什麼 代表是你國家未來 經濟 十年的經濟的一個方針 五年經濟方針 對 那你怎麼都沒有這個東西 現在答案結果出爐了 可能在那一件 他被罵了 對 在那三中全會的時候 這些老頭子 這些所謂的太子黨 這些所謂的權貴資 日本人主義 大家給你攤牌 你不要你不 好啦 打個這回事 所以現在開始 最近中國也很多動盪 包括這幾天有個新聞 什麼有人說什麼 我去衝撞 死了多少人 然後他在衝撞 當下說共產黨不讓我活 所以當你經濟開始 越來越不好的情況之下 這所謂的人民就沒有飯吃 他就會政治會變成維穩 一個非常重大的問題 我們在我們講的時候 現在習近平有很多的動作 跟過去不一樣了 第一個就是我對印度 我居然退讓了 一下退讓了9萬平方公里 等於兩個半的台灣大 等於是我對印度示弱了 還有我對澳洲 澳洲我該買的龍蝦 我該買的紅酒 我該買的梅 我也全買了 等於在這個澳洲的經濟戰爭 我全部都退讓了 更不用講我對菲律賓 我對菲律賓 我現在以前跟你這樣子 東搞西搞 我現在也不搞你了 更誇張的是我都對內 對內溫家寶 居然可以坐在我的旁邊了 看起來它在放軟 為什麼放軟 因為它是底氣沒有了 底氣沒有就是 它現在的經濟狀況這麼糟嗎 原來在一個月前 不是要暴力救世嗎 暴力救世的時候 丟了4兆的台幣 進到這個市場 可是完全沒有任何效果 而且更可怕的是 中國人想盡各種辦法 要把錢離開中國 是 寶貞哥現在的中國狀況 是這樣子 比較底層的人民不聊生 但是金字塔頂端的人 拼命地把錢往外送 往外送 往外逃 他們統計到今年6月幾的 最近這一年 光是從各種方式 偷偷弄出借錢 高達2540億美元 8兆台幣非常驚人 然後他們統計起來 你說一年 對 8兆的台幣就跑出中國了 是 而且是華爾街日報的一個報導 他告訴你他怎麼跑的 其實我這也蠻佩服他 他說第一種怎麼樣 用就是所謂的拍賣 藝術品拍賣聽起來很高檔 用拍賣的方式 把這種貴重的東西 往外拍 比如往送香港 拍完之後 錢不送回中國 就把資金停破在香港 想方設法再找機會弄出去 搞了半天說 我就覺得奇怪 為什麼這幾年趙無極的這個畫作 張大謙的畫作 不再往上飆升 搞了半天說 中國人透過炒作 透過炒作買這些畫作 買這些很多的畫作 就是把錢給洗走了 是 所以他們就說 香港百頁蕭條 就是一個拍賣行 真的是非常驚人 你現在看到就是把它統整起來 在今年2024年的春拍 我跟你講 因為我以前跑過藝術品拍賣 我還去過香港的這個拍賣 他們拍賣是分好幾十幾場都有 包括什麼東南亞藝術 中國藝術 古瓷器 墨寶 一大堆的 他們說這個春拍的家機 嚇死人 光是其中一場叫亞藝精品的 就拍掉多少 9000多美金 而且這個你現在看到 都是相對來講價格比較低的 比較高的是什麼 你現在看到的 就是類似趙無極 這種叫做什麼 就是夜拍 所謂的夜拍 就是每一個作品 大概都好幾千港 好幾千萬港幣起跳 你現在看到這個 趙無極這個夜拍 就是20世紀的完場夜拍 因為趙無極是20世紀的 非常重要畫家 這一個港幣 6317萬 嚇不嚇人 光是這一個 然後就兩億多台幣了 兩億多台幣 然後另外一個 是21世紀的一個拍賣 是誰 就是我們那個 美國非常重要 Andy Warhol的一個作品 花這個花 拍出的也是6600 62.5萬港幣 也是2.6億 對 所以呢 光是這兩場的一個拍賣 你知道拍出多少 光是這兩場夜拍 就是晚上舉行 這個夜拍 拍出了7億多港幣 我以前去過一次拍賣 你知道拍一個什麼東西嗎 那個 曹星成 拿出一個筆筒 當然我叫筆筒 但是他們就是一個 非常厲害瓷器啊 什麼清朝的 那一個拍一拍 我看起來沒有什麼樣 也是2億多 所以那一種夜拍 排幣2億多 對2億多 是非常驚人 所以現在人家就講到說 以前我那時候跑一出品拍賣的時候 2008年 那是真的是整個中國是富起來啊 北京歐運在辦 所以那時候拍2億多很正常啊 現在中國什麼樣的光景 怎麼動不動也拍出這樣的佳績 所以 所以說華爾街不好講 很多就是幹嘛 因為現在香港基本上 還是資金相對自由的地方 對 所以我就跑到香港 我去拍賣 香港拍賣了以後 我就把錢弄到香港 然後我就在香港想辦法 把錢給洗出去 對 這是不是其中一種 所以他們就說現在很驚人喔 包括什麼 加士德 舒芙比 這一家全世界最棒的 這種頂級的拍賣公司 竟然在香港 要把他的據點不斷拓大 因為實在是太多的 從那個中國那邊過來的人 不管是說你賣家或買家 都是讓整個香港拍賣市場 竟然是一支獨秀真正日上 然後所以他們現在就非常看好 而這只是所有的 把資金弄出來的 其中一種方式而已 還包括哪些呢 他們就說還有 欸 橘子手法 什麼叫橘子手法 加密貨幣 竟然還有這種加密貨幣 他說他們就查獲 在今年9月的時候 竟然有透過就是那種 加密貨幣的方式 然後呢他就把錢 然後就把這個加密貨幣 帶到海外去 帶到國外去 再透過變現 然後後來就是被逮到 他就發現你知道 裡面金額多少嗎 1.12億美元 所以他們就說 哇 現在竟然有新章 用加密貨幣 是美元 美元 他就想辦法把這個加密 弄到國外去 弄到國外去 然後再把它變賣 就是弄成其他的那個幣值 所以他們講說 加密貨幣這樣也是一種方法 還有另外一種方法 其實這也蠻厲害 他們就說 因為香港現在針對這種很多錢 往外送 他們已經開始有警覺 所以香港的金融機構 他們有一個新的條件 這邊有一個新的條件 就是如果你在一週之內 在這個戶頭裡面 新開戶 你存放大概1萬港元的話 你就要被監控 就想說 你要招待你的資金來 才1萬港元都要被監控 結果你知道嗎 他們就發現很厲害 他們後來就慢慢把這個賬戶 讓你沒有意識到之後 他用這個賬戶要幹嘛呢 他就在國外又弄了一個空殼公司 然後呢就想方設法 透過國外空殼公司 然後去買下吃下 他自己本人在中國的企業股權 然後他就變成大股東 這個國外空殼公司 變成大股東對不對 這家公司再透過配股啦 配過一些奇怪的方式 把錢洗到國外去 所以他們講說 中國現在無所不用其極 窮盡各種辦法 要把錢給弄走 就把錢弄走 所以一年8兆台幣就沒了 就沒有了 然後還有一個 我也覺得這一兆也蠻厲害 就是說呢 我從國外買 可能只要比如說一千萬美金 他就說一千萬美金 我給你五千萬美金 不對啊 這個東西只要一千萬美金 你幹嘛給五千萬美金啊 你自己拿公司 大概拿個兩百萬美金 其他的我幫你登照 所以就變成故意用高價 就有點這類似柯P手法 就扶爆價錢 然後想方設法 把這個錢洗到國外去 所以你就知道 這個洗錢這一招 所以就不管海內外 中國台灣都一樣 就那幾招橘子招跟柯P招 那這個確實是對中國來講 就是說這個事情其實是還蠻嚴重的 那現在我們剛剛講到的是說 很多洗錢方式 現在中國自己內部的經濟有多糟 你知道嗎 他們就說從十一住行 通通都降級消費 什麼意思呢 降級消費 對 什麼意思呢 所以我除了買這種奢侈品之外 其他都降級了 對 而且買奢侈品的目的是在洗錢 你把錢都出來 不是真的要買奢侈品 他們說光鼎泰豐 鼎泰豐前一陣子 我們台灣鼎泰豐胸 中國14個據點 幾乎全部都關起來 為什麼 他們說大概有大概四成的外國 就是外企的那種客戶 完全沒有辦法回來 所以在中國鼎泰豐之外沒有辦法 還有包括B&W 他們北京有一個 什麼全世界首創的一個 2012年首創的一個 強調反正就是頂級消費的這個B&W 竟然倒了 倒了 他說這個電從以前到現在 總共投資了3.2億 竟然倒了 為什麼倒 他說因為老闆浪槓 而且最誇張的一件事其實是 老闆到現在還下落不明 你剛才講說 現在這個所謂的一年八兆台幣出去 根本不算什麼 之前不是講嗎 中國花了一個月時間暴力糾示 等於說這八兆的 我也是一樣 四兆的台幣 我要來救股市 救不了 可是你說當時什麼 我把架拉高了 把門打開了 讓什麼 讓這些有錢人 本來根本賣不掉的 本來跑不掉的 全部都跑掉 這才是中國現在的現況 極權國家有一個特徵 不管是中國俄羅斯 或是北朝鮮 都有一個特徵 什麼特徵 他們的領導階層 跟他們的統治階層 是屬於高階層的暴力集團的管理 他們下面就是韭菜 對不對 你要把它分清楚 所以他只要跟他的權貴合作 才是他真正的所謂的權利的核心 這是個基本概念 所以你看 普丁有一批他的人 這個金正恩對他的軍人特別好 對 普丁人在寡頭政治 寡頭 對不對 然後你看中國是什麼 紅二代 軍二代 就是這些 政二代 那這些人 這十年下來 被習近平整個開始清掃 開始清洗 清洗的過程當中 有沒有 是不是我們一直聽說 這些清洗王岐山的人 發大財 王岐山為什麼突然間垮掉 王岐山人馬全部被清洗了 這一波 全部都垮掉了 王岐山也被清洗了 對 那王岐山在反貪腐的過程當中 王岐山是不是因而他的人馬得到茁壯 沒錯 那我請問你 在這個放水的過程當中 你是判死緩 或是說直接給你判死刑 或者判幾年 或是收 它很簡單 現在就跟古代的這個宮廷店一樣 這超家 那我超多少 那我留多少 東西怎麼留 對不對 這裡面通通是 通通有他們的手法 對 這個中國的貪污 是有五千年歷史 在這個本質上 時代進步 可是那個文化的基因 沒有改變的 那個惡劣的基因一直存在 所以你現在看到這藝術品的外逃 是誰在逃 就是這些人的錢 不管是習近平這一批新貴搞的錢 對 還是前面的餘獵搞的錢 對 都是這一批人 不管是紅二代 或者是這個習近平的人馬 或者王岐山的人馬 總有人有錢要跑 這些錢是 都是他們當年當貪官 他們去A老百姓的錢 因為照講中國是一個不合理的國家 中國這個國家 這經過二十年四十年的改革開放 這個國家是非常有錢的國家對不對 對 現在還有人說什麼吃不飽飯 然後醫保 沒有辦法有健康保險 這太不合理了 因為它是個社會主義國家 而且它的公務員都凱新了 對 應該是全面的醫療保險 沒有問題 為什麼龍保做不起來呢 那錢表示有一大塊的錢不見了 沒有分配 沒有合理的分配到人民的身上 所以去哪裡了 就攤掉了 他現在到哪裡 這些都是什麼 錢還跑掉 跑掉嘛 他馬上跑 他當時怎麼辦 他送你 劉保洁你當書記 我吳子佳當總經理 我送你東西送你一幅畫 對 那這幅畫你到琉璃廠去北京去賣 就可以賣個幾千萬嘛 那個多好咧 你看起來像個裝潢一樣 破房子裝潢跟畫什麼關係 你剛剛那個Andy Wave那個畫 那個什麼鳥畫 我看起來像五塊錢台幣一張 結果幾千萬美金 二年六億 對啊幾千萬美金 你看那個哪裡像個畫嘛 對 所以這種東西就叫不起眼 就貪污的門道 所以柯P太低級 柯P他不懂藝術嘛 那曹新城就高級嘛 對 曹新城他不貪污啦 可是柯P要貪污之前 應該要請曹新城去教他一下 那就會 但是手法不一樣 橘子也不要跑 大家看的都是破破爛爛的東西 都是古董 對 那這個東西就可以好賣 可是香港 我現在跟你講坦白話 香港也好 中國大陸也好 銀行通通管制 我最近有個好朋友來 到台北 給香港朋友 到台北來跟我吃飯 幾個禮拜前 我告訴你 開戶沒那麼簡單啦 銀行開戶非常困難 我在香港以前有戶頭 你在香港 我一定有的嘛 我在香港我有公司過嘛 後來一段時間你禁止到 我就把它取消掉了你知道嗎 現在不會 現在他幫你取消 管制非常嚴格 那為什麼他們能夠這樣子暢索 這個無所阻擋著自由自在來來往往 為什麼 特權階級嘛 這不是他的紅二代 他怎麼可能 錢出不來 能夠開放讓你錢出來這些人 也都是他們的這個 所謂的統治集團的 整個的互從集團一份子 這錢才跑得出來 是喔 這兩天不是講嗎 我們的台積電好像被川普盯上了 川普盯上了以後 我們剛剛講的 昨天的ADR跟今天就跌了 可以說不用 台積電非常可怕的是 之前不是講說我們在亞利桑那 亞利桑那的建場 不是困難重重嗎 對 可是我聽到一個消息 把我嚇壞了 他說現在亞利桑那廠裡面 我開始去投片了 投片的良率 竟然比台灣還高 對沒錯 上次的消息來說 是布倫伯爾揭露一個消息 他是由台積電的 北美分公司的這個總裁 卡西迪說的 他說呢 原本大家都說 這個亞利桑那州廠一定做不起來 對不對 但是他說 該市場市場的良率呢 跟台灣的相比 就是譬如說以4奈米 對比台灣的4奈米的時候呢 他說良率比台灣還要高4% 那個厲害 很厲害 所以也就是說 美國金銀廠的確是營運的下去 不見得是營運不下去的一個狀況 那為什麼會這個樣子呢 因為很簡單 因為我目前為止 台積電在這個美國廠的方式都是用 他可能在總部呢 可能就設了一些包說 我的這個輸送程式呢 我從台灣把它設到這個美國去 你說還是在台灣控制的 對 設到美國去之後呢 然後當然美國會有那邊 有人員在這邊互相控制 那尤其是現在的作業是這樣 這個比較簡單的 由老美來做 比較難的呢 是台積電的工程師在做 那如果要輪班的時候呢 還是以台積電的員工來輪班為主 所以也就是說 因為有台積電的先期員工在那邊呢 才會讓他的整個產能呢 事實上目前為止的良率 或是整個狀況 都比大家預估也要更好 所以台積電 到了美國沒有這個水土不服的問題 目前為止還是水土不服 是因為勞工可能不想要工作 這個是個問題 但是如果台灣的員工過去的話 他的確是可以做的蠻不錯的 所以現在接下來的話 因為目前為止 就這一座廠 明年要開始大量量產 所以這一座廠 可能明年開始呢 會不會台積電 貢獻我們未來的 美國的這個營收 不過呢 現在大家可能比較注意的就是說 所以大家本來以為說 亞利桑那廠會變成了 台積電的榜廠 或是變成你的透角 或是變成你的脫油瓶 是 現在沒有了 對 而且為什麼不會呢 那像劉德英就對了 對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很簡單 因為這個亞利桑那州這個廠呢 他的價格是比台灣的要貴的 也就是說台積電未來 在全世界各個地方 會用不同的價格 在美國會稍微貴一點點 然後在台灣會這麼貴 那所以呢 也就是說 這幾天大家不是說嗎 這個川普不是說嗎 他要對台灣的這個晶片業瞌睡嗎 瞌睡 大家完全嚇了一跳 而且瞌重睡 對 那昨天的美國的這個 台積電AD跌了4% 那今天也是股票也是大跌 他甚至還說 這個台灣偷走了我們的晶片業務 那要我們保護的話 要這個黑手黨都會收保護費 對吧 所以他用這樣的方式 他覺得這可以收到 對 他是用幫派的方式 就說我們都要收保護費對不對 然後他就說呢 應該怎樣 他說要把台灣的晶片科關稅 然後關稅科得高的時候 晶片業者就自己會去設廠 他不太贊同所謂的 拜登的這種所謂的補貼方案 好 那他到底講的 到底是對還是不對呢 鮑傑 我覺得他其實不是很了解 台灣的晶片產業 跟美國之間的關係 事實上 我們跟這個美國的晶片產業 我們是跟他合作 我們是上下游 你知道嗎 我們是做美國不要做的 你看美國人都做什麼 像輝達 這個蘋果 他們都設計晶片 你知道輝達的毛利是75% 76% 我們台積電在做到 做得那麼辛苦來說 我們也只有53到54% 所以等於是說 我們做的是比較低 這個美國人看是比較低端 事實上他們做的是那種 創意設計這一塊 所以我們是兩個是連在一起 我們是 你中有我 我你中有你 這樣一個狀況 你客觀稅的同時 其實你是在對 蘋果跟他們的客觀稅 所以他講 我覺得他講的 這個邏輯不太對 當然他嘴巴就是很愛這樣講 因為為什麼 他不能夠承認 台灣的晶片業者 比他們更強 譬如說他昨天不是就說嗎 美國跟中國打仗 我們絕對打他屁股尿流 他就是這樣 他不會承認美國輸 但是美國在晶片產業 在目前為止 的確就是不如台灣的一個狀況 所以大家不用太過擔心這個情形 好 師父 這兩張照片我不看我還不知道 你跟我講說這兩張照片太有趣了 第一個是 他跟莫迪兩個人把守言歡 沒錯 把守言歡的代價 是我要做大幅的退讓 可是他幹嘛要一副 一下子退讓了9萬平方公里 你不是中國的民族主義 一點都不能讓嗎 更妙的是 他竟然跟溫家寶把酒言歡 而且你看這兩張照片之後 我們得到一個結論 習近平現在已經被柔性政變了 柔性政變 他的大權目前為止 已經沒辦法一把抓 也就是說他必須 對內對外他都要退讓 以前我們跟他講的 習近平是不讓的 是的 習近平是俠路相逢勇者勝的 對 在獨木橋上面 他是要直橫衝直撞的 對 可是這兩張照片 都代表習近平開始讓了 沒錯 我們先來看這張照片 這張照片是他跟莫迪兩個人見面 你看兩個把守言歡 他們是已經時隔五年沒有見面 而且他們從2020年開始 中印在邊境打打殺殺 那麼多人死亡之後 雙方都說我們一寸土都不讓 結果現在達成一個協議說 他們兩個為什麼能見面 因為中國原本往前推進了9萬公里 他們現在往後退了9萬公里 退9萬公里 回到2020年我們衝突之前的 我們就讓給你了 所以看起來 所以以前在班公錯誤 他們不是搞了很多的紹手嗎 對 不是搞了很多的結束戰嗎 全猜了 全猜了 所以你知道事實上 習近平讓了 好再來有幾個微妙的狀況 寶傑這照片是他們去參加 客山這個高空會的時候 你知道普丁是這個主人 那普丁呢 他跟這個莫迪見面的時候 兩個人擁抱在一起啊 就這張照片 對擁抱在一起啊 但你知道嗎 事實上普丁見到這個習近平的時候 兩個就是握手握手 握手 你知道從普丁的動作 你也知道說 他好像把習近平的位階 也往下降了一個 對 所以他事實上顯見 這些國外的變化就知道 中國的內政出了一些問題了 剛剛講的 你居然要去跟莫迪見面 你居然要先讓九萬平方公立 你現在要解決內部的問題 你居然要跟溫家寶把酒演歡 然後呢 剛剛講到 你現在碰到了這個所謂的普丁 普丁以前不是你最好的哥們嗎 不是戰略夥伴嗎 不是無上線的合作嗎 就沒有想到 他一下了客山了以後 照理講應該是國內總理級的 副總理級的 我派一個地方官員來接待你 上次不是是北京見面 或是莫斯科見面的時候 他還抱著習近平 現在不是這樣 現在是跟你握個手 這樣就算了 然後他見到這個莫迪的時候 是這麼開心 所以可見從普丁的身上 你也聞到了 中國不太一樣的味道 所以各種訊息告訴我們 有事情正在發生 那除了這個之外 還有另外一張照片 就是他們國慶晚宴上面 這張照片 引起大家非常的轟動 為什麼 因為事實上在國慶之前的時候 中國罕見救世 那救世的時候人家覺得奇怪 這個習近平過去他都不做這種事 他不救世的啊 他認為說就這樣子 可是問題是 他重新救世是什麼 是過去溫家寶跟李克強他們那一套 結果他重新這樣做出來之後 結果國慶晚宴上面 他旁邊做的人居然是 溫家寶 一邊是溫家寶 另外一邊是李瑞環 那這兩個人 李瑞環 這兩個人是什麼 改革開放 改革開放非常鮮明的標誌 就他們兩個坐在他旁邊 他覺得奇怪 你怎麼又變成這樣 難道你的經濟大權 也被溫家寶削弱了嗎 所以他身上這些都是 非常非常不尋常的這個訊號 而且你曾經講過說 中國領導人所有的動作 都是意在眼外 意在眼外 意在眼外裡面 他最近居然跑哪裡 跑到安徽去看了一個叫六指向 這還是權限重點文物保護待會 那我想說六指向是不了不起 因為六指向有一個點過 讓他三尺又何妨 沒錯 他很意外去參觀安徽這個景點 居然去參觀這個六指向 這六指向是什麼呢 當初雙方因為這個牆 你要蓋到我家的牆了 然後你要寫信說 不要了 我們就讓他三尺又何妨 就要李讓 這裡面寫的是李讓這兩個字 可是他不是狹陸相逢勇者勝嗎 對 他不是硬幹到底嗎 以前的習近平不會去看這種 但是問題是他現在 他現在居然會去參觀這種地方 你顯見 他真的面臨到非常大的壓力 好那我們就講 外線的壓力來說 你看就是這張照片嘛 習近平跟莫迪見面 見面來說為什麼這樣 我們就看 事實上在當初的時候 他們曾經在兩個地方 打得非常厲害 一個是在這個地方 另外是在班公錯湖這個地方 兩個地方打得非常厲害 我們給大家看這兩張圖 就是在這個時候 這個你看 這個我們畫到的點都是 之前發生過非常多衝突的地方 班公錯湖啦 還有很多地方都完全都有衝突 衝突的時候你看 當時打 從2020年 2022年 2001年 2021年 每一年都有打 打打打打打成這樣 這個這麼多地方打喔 這麼多地方打的時候你看 我們剛才講喔 他們用狼牙爆 對 把那個所謂的鐵棒 鐵棒裡面上面 焊那個焊鐵 對 甚至把那個鐵絲綁在上面 用杖打架耶 對 大家就用那種非常原始的方向 那邊打來打去 然後非常血腥的這個暴動 就對 沒錯 那你知道打了這麼 從2020年打到2022年 都還沒打完喔 打完的時候 中國因為中國就說 那我在前面呢 我就設了非常多哨所 非常多哨所 結果沒想到 因為最近一段時間呢 他們就這樣 雙方已經達成了 這個友好協約 你看從這個 這個10月21號的時候 就是說 印度外長就說 我們雙方已經達成這個 巡邏的這個邊界的這個協議 然後22號的時候 中國官方也說 的確已經達成相關的解決方案 然後那個這個解決方案是什麼呢 中國退 中國往後退 那往後退 等於是原本站的這個地方 我們推進了9萬公里 現在完全都把他往後退 往後退 9萬公里是什麼概念 2.5個台灣 他們讓回了2.5個台灣之後 讓你看 雙方還真的就在 你看 他們雙方 這是中國跟印度雙方 在高山上面 他們簽約 真假的 對 兩個國家 你又不是拿狼牙對打嗎 現在開始在上面 你看 在高山上面 這個五六千公尺的這個身上 右邊是中國 左邊是印度 居然也是一樣吃東西 對 他們在那邊開心的說 我們終於可以和解了 那雙方都有所謂 互相巡邏權 那甚至你還看到說 很多中國軍方 開始往後撤退了這個畫面 你說車子離開了 已經開始離開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目前為止來說 的確 中國這一次 這些都是中國的軍車 都從班公錯誤開始往外移了 對 中國讓 讓的話 那你當然就中國跟印度 就可以不要再這個打起來 這對習近平來說 他必須要做這樣的這個措施 因為他不能夠在四面為敵 的一個狀況 好 那另外之前不是講嗎 中國搞了一個 2024利劍逼的這個演習 對 2024中國聯合利劍逼的這個演習 本來因為說 欸 我在突然的時間 在大家 這個所謂的 不知道狀況下 我開始把台灣給包圍 對 這個包圍網是越包越近 越包越近 很多人就講 哇 你台灣完蛋了 你被包圍了 可是他居然只有13個小時 然後嘎然而止 現在有越來越多的消息出來 就說 他誇張到什麼程度 你知道嗎 誇張到他連有的軍艦都還沒有就定位 對 我還要趕赴那個就定位的時候 就接到命令說 欸 解散了 他說這個東西代表什麼 代表習近平在軍方的管制有問題 沒錯 像這個聯合利劍逼人演習來說 是這個今年10月14號 上午5點的時候 在我們台北股市開盤之間 宣布他原本要打擊我們的股市 結果他還畫了很多地方 他說今年的這個10月 這個202410月的軍艦 你看這個紅色這個區域 他還特別說什麼呢 要控制台灣 封鎖台灣 那你的海港沒辦法出去 他還說我原本就是要這樣 而且他說 越縮越緊 他是說 你看相對前幾次他們釋出畫面 對 我們越逼台灣越來越緊 越包越緊 這樣的狀況 原本我們都以為 早上開始演習會 完蛋了 而且他沒有宣布結束的時間點 就沒想到那天晚上 他就結束了 早晚6點就結束了 我們都覺得 怎麼那麼快就結束 嘎然而止 那人家嘎然而止是怎樣 有些甚至 這個軍艦他沒開到我的定位之後 就回去了 還沒就定位 就回去了 所以很多人就說 出去沒多久就接到說 你可以放假了 所以簡介是什麼 這個聯合利劍2024B的演習的時候 根本就是做給你看而已 根本就沒有人 要真的去軍演的一個狀況 所以你說這個動就代表 習近平你對於整個 解放軍的控制力 被打上問號了 對 沒錯 我們在事上之前 習近平不是在清洗一堆人嗎 什麼李善虎 全部都把他清洗掉 當時他就說 有一個人可能完蛋了 那個叫張又霞 因為張又霞他過去了 他就是李善虎他們的老長官嘛 他說李善虎都下馬了 你應該完蛋啊 就會下馬 寶傑你知道 最近的張又霞不一樣 越來越紅了 他原本是軍委會的副主席 他現在儼然是主席的樣子啊 那為什麼這樣說啊 你看他今年很多外界 國家安全顧問 美國國家安全顧問 來見他的時候 見張又霞 然後俄羅斯的國防部長 來見的時候也見張又霞 然後最特別是這樣 10月17號的時候 這個習近平跟張又霞 去試導一個這個導彈部隊 那他試導這個好奇怪 可是你知道 這媒體這樣報很有意思 你看習近平視察火箭軍謀侶 張又霞等參加活動 這哪有張又霞露名字的機會 對 寶傑過去都是直接這樣 習近平視察這樣 對啊 沒有什麼張又霞 哪有你張又霞露臉的笨 對 那是哪個媒體刊的 是財新傳媒 那財新傳媒是什麼 他們是對中國有非常多的內幕消息 他看出這樣 那可能是這樣說 照理說你要下架啊 沒有啊 現在這個新聞還在 還在 所以可見這樣 這是真的 就是說張又霞的名字 可以跟習近平互相並列 那除了這個之外 還有另外一個更特別的 你知道 其實這個張又霞 後來到這個越南去訪問 那張又霞是軍委會副主席啊 那你照你說的話 你就見國防部長啊 這樣你就好 欸寶傑結果沒曉得你知道 這個越共是怎麼招待他嗎 越共總書記蘇琳 國家主席梁強 還有總理范明正 分別會見張又霞 他們三個人都見了張又霞 所以可見什麼 可見目前為止來說的話 習近平在經濟方面來說 可能被這個所謂開明派消全 另外在政治方面來說的話 他已經這個 這個軍權呢 張又霞或許取代他的部分 那因為內政他已經控制不住了 所以他只好對外妥協了一個局面